底下一个问题 他说第一次生患 颈椎病 困扰多年 虽治疗 但未见效果 他说我自己感觉 这不是身体的病 应该属于鬼神测难和业障病 请问 如何用佛法来治疗 你的想法是正确的 治疗自己的疾病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真诚的忏悔 知道自己 心心不振 造作的罪业 饮料之后 从今而后 再不造业了 再不造卧业了 这个效果比什么都大 你真的能发这个怨心 真能够回头 就是冤亲战主都佩服你 都会受感动 他就不会来干扰你 如果再能够 把自己修学的功德 回向给冤亲战主 这就化解了 超度他们 帮助他们 超度 不一定有形势 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 看到 谭虚法师 所讲的故事 贪劳法师 在没出家之前 跟几个朋友 后伙 开了个中药铺 当中有个后伙人 姓刘 刘继色 这个刘继色 是个虔臣的佛教徒 每一天念念念阴音 他真是一门神父 常识寻修 他读了阴 就到了八年 所以八载寒窗 多难言 八年集下来的功德 心底清净了 念念了 他有这个尖叫 所以有一天中午 在药铺 没有什么客人来抓药 他们在柜台上打瞌睡 打瞌睡的就做梦 打瞌睡 他看到 有两个人进来了 两个熟人 一看的时候 他晓得两个鬼 是从前跟他打官司 为财务纠纷 这两个人官司打瘦了 上吊自杀了 他非常后悔 不应该做这个事情 他现在看这两个人来了 恐怕是找麻烦 所以他也很害怕 结果看两个人的时候 来的时候 态度很欢呼 他也放心一点 走到他面前 两个跪在他面前 他就问他 他说你为什么事情到这来 他说求超度 他就放心了 求超度就不要行 他说我怎样超度你了 只要你答应就行了 他说行 没问题我答应你 我答应超度你 就看到这两个鬼的时候 踩着他的膝盖 他坐在那边 踩着膝盖 踩着他肩膀 就升天了 这不再行尸 你真有功夫 接着以后又看到 一个女人带个小孩 这一看是他死去的太太的儿子 两个来了 来了也跪在面前问他干什么 求超度 也是讲只要答应就行了 他答应你 看到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父女给小孩的时候 踩着肩膀就上去了 这一下行过来之后 把这些话告诉大家 所以佛法重生智 不重行事 所以这个做超度的 这个主法的人 要有修行的功夫 贵神真的利益 所以这个做超度法死的人 人都有好处 为什么呢 总有一两个人有功夫吧 那就得他的利益 所以不可以轻视 尤其不可以轻视在家居士 在家居士 有很好修行的功夫 加持主持法会的法事 那么另外一种叫 诚心诚意 有感言 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真诚心做这场佛事 贵神的利益 不可以轻生 我给你带走 晋 感谢观看